这是白色 原来白色改成XL 基本上很多他的那个常数名称 都是XL开头 打一个没有 没有的话就NUM OK 那如果你字打对啊 你打小写移开 他这边会变大写 那表示你字应该没打错 XL就NUM 你把它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清楚 有没有 这框线就马上出现了 差别在这里了 其他地方 不过其实啊 你用那个白色跟XLNUM 在列印的时候 我印象中是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反正都白色的嘛 除非说 你要加框线的时候呢 加框线 可能才会有差别 OK 先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可以改XLNUM 那接下来的话有关定存部分 一样 我们假设啦 做法上不外乎用公式 那如果计算定存的话 那公式等于什么 等于 你的存款金额 然后呢怎么样呢 那因为你你现在本金是1 你的利率是多少 用复利计算 所以呢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现在的金额 乘上什么呢 刮符 1 1就是你自己的本金嘛 再加上你的利率 你的利率的话 假设是这个利率 记得刮符 几次方 因为我们是复利计算 所以几次方的话呢 你可以用SHIP加上6 这个符号 几次方 那几次方的话呢 就是复利计算的话 就是 乘几次了 相乘 那所以呢 我们 就用年来代 年来当成我们的那个 这个 比如说你复利计算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 我们需要锁定 B1的部分是 一定要全部锁 因为向下向右这个位置不能变 再来的话呢 我前面讲过了 其实如果说你要锁哪一列哪一栏 你可以 直接 如果你不想要想太多 想要再去 想那个逻辑的话 你其实可以知道说他现在 标题列在第三列 标题栏在A栏 所以其实后面这两个储存格 你就知道说把A栏给锁起来 把三列锁起来 其实这样就可以了 好 答案就做出 转把打勾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当你放一年之后 如果是0.125的话 利息大概是625块 如果是往下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 利率呢 那越 高的话 相对的 他的那个利率 如果我看625 0. 这两 不过 不太可能有2% 这可能 只有我刚看错 所以 理论上 我现在 0.12% 0.15% 如果你有到 OK 另外的话 向下填满 向右 向右的话 因为我们已经把 列 三列 跟 A栏都锁起来 所以你向右填满的话 放10年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你放了10年之后 假如说你是0.15的话 其实放了10年之后利息还是这么低 那当然你 不过没有更好的 投资管道 现在好像很少了 很多 你要找到比较好的管道 真的不太容易 OK 所以这个利用我们公事部分 可以快速的帮我把 我需要试算的一个 定存的利率 结果给算出来 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不用 公事的话 其实在 我们把它拖拉过来 再复制一个 这边也许你可以改成另外函数 FV 这个FV函数 其实也可以算 就是算那个 FV指的就是 我们这个地方 第二个你可以用那个 我们在 这个我记得是放在 财务里面 我印象 财务 财务里面的话有个FV OK 这个函数的话 基本上 我印象中它是 那个叫Future Value的缩写 就未来的价值 那基本上它需要有 五个参数 不过五个参数里面 不见得每个都需要 那里面 第二个可以用这个 FV这个函数 来完整 那Rent 值得是你的利率 所以利率你给他 0.125 那第二个的话呢 是期数 期数的话 我们用年 那分期付款这个部分 这个这个不用 这个等于是我们一次性的 最后 那PV的话指的是什么 你的限值 你现在的 那限值指的就是你现在存款金额 那 因为呢 这个钱 并不是放在你的口袋 所以你会发现 它是变付的 所以记得 你前面还在加一个负的 OK 前面记得在负的 加一个负号 因为这个钱不在你的口袋 可能在银行那边 所以等于是负的 OK 好按个确定 那确定之后呢 当然你要向下向右 把它做出来的话 一样 B1先把它先锁起来 那一样是锁 A栏跟三列 这边把它锁 A栏 然后把三列给锁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 它向下填满 结果应该会跟刚刚的一模一样 向右填满 OK 当然理论上呢 我们可以很快的把一个试算表做出来 所以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公式 一个是FB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用VBA 那VBA的好处是什么 它的年跟利率可以比较弹性 比如说我今天年 假设我今天要起年了 我要 5年就好了 OK你会发现 这个年会 不过这个框线我先把它清除掉 不过 它好像会跟着那个年 算了 这个先把 年先 OK好 那 第一个呢 我假设我的范围可以比较弹性 然后我计算的方法的话也是一样 那可是呢 最好 VBA的方式 可以按下它说 最好可以跳个什么东西让我输入会比较好 那输入的话 当然今天我们可以用前面讲过的一个叫Input Box 这个Input Box的好处就是说你可以直接输入 你要的金额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呢 全部跑完 这个要怎么做 我想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了解一下有关利用那个公式 跟FV函数 我先把那个 刚刚的这个定存的结果给做出来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用VBA怎么做 好